1942年11月23日 班洛蒙 浩在距巴西海岸大 约1200公里的大溪洋洋面上遭到潜水艇的袭击 两颗鱼雷钻进了他的身体 巨大的爆炸之后 班洛蒙 浩歪着身子 渐渐地沉入了海底 22岁的二等侍应 升威廉抓起救生衣向甲板跑去 但救生艇已经开走了 幸运的是 威廉发现了一只木筏 他奋力游进这个木筏 抓住他的救生所爬了上去 木筏头围有两个金属容器 乘有石加仑水 在一个大铁罐里面 装着六个防水纸包的圆筒信号弹 下面那层装着食物 有一公斤巧克力糖 五罐炼奶 还有干肉饼 牛肉干 另外他还发现了一把长手电筒 还能发光 威廉觉得自己有希望了 他把帆布拉出来 为自己搭了一个掩体 饿浪滔天 大雨如注 威廉做完这些 海上就刮起了大风 威廉用阀上的短绳绑住手腕 平躺在横挡上 紧紧地靠着甲板 风浪像野马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木筏 短绳扼伤了威廉的手腕 几块碎木片插进了威廉的掌心 被海水移浸 疼得钻心 疼痛和寒冷使他浑身颤抖 肌肉抽搐 他却始终不敢活动 一旦被海浪冲进海里 那一切就都完了 风浪停止了 强烈的阳光又来折磨威廉 把他的皮肤刺得像 给蚂蚁咬了似的疼痛 他缩在闷热潮湿的帆布棚下 压碎了一块硬饼干 在碎块里加了点水 又加了点干肉饼作为调味 他没有一点胃口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吃东西 日出和日落时 他都强迫自己费劲 滴腌下一点这种失去味道的食物 就这样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第七天 威廉发现海平线上 现出了一个黑点 当他逐渐显出一艘游轮的 蹲距形状 接着又显出一艘驱逐舰的轮廓时 他兴奋极了 连忙跳进凹坑里去拿那些信号弹 他放了一个烟雾潭 当成黄色的浓烟椅 消散而那艘船人为改变航线时 他立即又拿起一个照明弹 他把照明弹当作一根巨型火柴 对着那个刮擦平面不断地摩擦 最后他爆出火花时 他便把他投向天空 他飞了一个大湖 还未点着便掉进海里去了 威廉又拿起一枚照明弹 他把带子拉开以后 将雷管在弹筒的上端摩擦 突然斯蒂一声发出一道刺眼的白光 接着迸发出无数红色的星星 这颗信号弹发生了作用 轮船向他开来 威廉向轮船拼命挥手 把最后几个信号弹也发射了 但是那邮轮河驱逐 箭突然改变了航向 重新消失在天边 威廉愣住了 漫长的漂流流鱼大 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水汪汪的凹坑里 威廉的两只脚 生殖器和脚踝都已肿胀起来 虽然有繁步入殿 他的龙疮依然不能痊愈 有一次他掉到海里 身体被乏涩生长的藤壶割伤了多处 一觉醒来 他感觉比头一顽躺 下睡觉时还要困倦 即使他已经入睡 噩梦也让他的不到休息 他身心焦脆 思想和眼光都陷于模糊 心情一由希望变为失望 现在 威廉只剩下几块饼干 一点干肉饼和两三 品脱水来苟延残喘 必须想办法给自己供应水和食物 威廉尝试在热天多喝水少吃东西 在阴天则少喝水多吃东西 他咀嚼着像沙一样 淡而无味的硬饼干 幻想在家里吃面条的滋味 这样的分配似乎更合理 或许能够节约水和食物吧 当然 更重要的是想办法储备淡水和食物 水好办 下雨时打开水桶盖 接些雨水就足够饮用的了 食物呢 威廉想起了那只电筒 他将电筒拧开 顶住电池的那根弹 黄也跟着跳了出来 只要把那根弹簧扭几下 再把它一头磨尖 那就可以做成一个鱼钩了 以后的许多日子 威廉都在做以下这些工作 钓鱼 去鳞 开膛 洗鱼 晒鱼 他的双手由鱼要做 这些洗浊和切割工作 不久就肿了起来 并且裂开了口子 下雨时他除了挤水 还要洗澡 威廉没有想到 他扔到海里做耳的 鱼内脏吸引来了凶猛的大鱼 一天 他在钓鱼的时候 感到有东西在拉他的钓丝 但是没有重量 他把鱼丝拉回来 看到鱼钩时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那枚鱼钩已拉直了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威廉意识到自己的鱼钩太小了 对了 甲板上有生了锈的钉子 可以做个鱼钩 为了把钉子拔出来 他双手按着甲板 用牙齿咬住钉子使劲地拔 他的牙齿好像就快要松脱似的 鲜血从口中流下 他把血吐了出来 然后用较为稳固的 就持咬住钉子在做努力 钉子终于活动了 威廉不顾牙痛越来越剧烈 仍坚持下去 突然间 钳住的钉子松了 而且松得非常突然 以致他的头部猛人撞向木筏 幸好他牙齿紧闭钉 紫材没有掉到海里 威廉终于制造了一 各阶时尖利的上等鱼钩 旱季到来三个月过去了 威廉的体重已经轻 到了不能再轻的地步 没有肉的肢体被尖 硬的甲板碰得伤痕累累 旱季的风暴也在折磨着威廉 滔天的白浪使木筏 颠簸得像猎马之背 威廉从凹坑的一边翻滚到另一边 一面喘气 一面呕吐不已 威廉想喝口水 他用手附着自己的阴部 向着水箱爬去 水箱里面的水比他记忆中的还多 他喝了一大口 然后吐了出来 原来水箱里全部是海水 现在他面临的是断水的危机 他把水箱倒空 爬到阀边 先捡了最大的几个藤壶来吃 让只一滴滴滴滴滴流下他的咽喉 然后把最后一只藤壶穿在鱼钩上 投下鱼丝 他烦躁递掉了一天的鱼 可是一条也没有钓到 到了黄昏 他把鱼丝拉了上来 索性把那点鱼儿也吃掉了 威廉也曾碰到一次遇旧的机会 但最终没能获救 一天清晨 他看见了一架机翼 闪着银灰色光芒的飞机 连忙跳起身来 从床铺上剪下一块布 沿着一边开了几个洞口 然后把他绑在一只桨上 疯狂地挥动 但是 这架飞机终于还是失去了踪迹 日子一天天地慢慢过去 威廉已经七天没有吃东西或喝水了 只能喝自己的尿液 他口干嘴臭 皮肤皱得像个老人 就创渗出一体 破了的窗截流浓 他几乎毫无力气了 在半昏迷半清醒之间 威廉看见月夜中有 只鸟在他头上盘旋 他抓住鸟的两只脚 把鸟头在甲板上撞了三次 接着 他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撕开鸟的颈部 吸磨它的一点点血液 他疲倦地拉出鸟儿的肠子嚼了又嚼 跟着又吸食它的骨髓 一面吃一面休息打瞌睡 随后 他取出那鸟的心脏 干和肾 把它们切成柔软湿润的小块 以便他不用嚼就能吞下 第二天早晨 他发现海里到处是鱼 虽然钓了两条小鱼 之后他已全身乏力 但鱼肉要比小鸟好吃 一场小雨的出现使他大感宽慰 看来 最难熬的季节过去了 更令他惊喜的是 他发现海水带有红色 这说明 他已接近陆地了 那天夜里 他兴奋得睡不着觉 他看见在木筏上跳 来跳去的鸟类之中 有一只脚爪之间没有扑的陆地鸟 他弯身到木筏旁边 用手咬了一点水放在嘴里品尝 水的味道是淡的 朝物逐渐消失 琥珀色的海洋上线 出了蓝绿色的岛屿 由于仍有弹雾笼罩 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是真的 等到弹雾消散后 威廉看见了一只鱼船 现在距离比较近了 他看见那条船其实 只是几根粗漏消成而绑在一起的原木 船上的人是野蛮人吗 威廉可以辨认出那三个体型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1943年4月6日 威廉坐着那条旧起 他的渔船抵达巴西的费轮岛 他在海上漂流了整整138天 这个记录至今还无人打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